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本周前20强声量最大的 政治人物有哪些人心境榜 莉姐前10名的第二名 很厉害 他连续两周 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讲到说 讲完你有对手了 为什么 就是罗志强 罗志强怎么那么强啊 他的圈粉能力很高 但是他在外部的讨论 其实一直来都有瓶颈 因为他只要跟谁点名 像是点名陈居啊 点名谁啊 他都没有人要跟他对打 所以导致于他的外部 其实一直扩不出去 空虚寂寞或觉得冷 对 所以讲完安 可能也不一定要这么担心 可是罗志强坦白讲 他是一个会自己造风的人 是 没错 所以他的声量很强 但是我们这么长期的 来看政治人物的声量 讲完安自己造风的能量是弱的 是 因为他其实每一次上榜 他其实都大概在十几名左右而已 那其实我们在讲所谓造风能力 其实是在前十名才有办法记忆造风 那在十一名到二十名之间的话 他可能是有潜力的 但是他只要没有一直维持在前十名 其实他就没有办法有记忆的话语权 所以其实罗志强 如果真心要选台北市长的话 有可能真的会变成 讲完安一个强劲的对手 是不是 好 来 新进榜的人呢 有什么特别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 其实国庆相关的话就是 只要是跟一些市长有关 或是一些像是赖清德 然后黄伟哲 还有游锡坤 这几位政治人物的话 其实就跟国庆烟火是有关系的 然后以及会祝国庆国家生日快乐 然后就上榜了 因为他们有一些政治上面的地位 那艺人讲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声量应该比他们更大吧 对 以台资源来说的话是的 好的 好 那再来的话 像是基隆捷运的事情 就是轻轨改成捷运的话 就是像是侯又怡 还有林又昌的话 他们自己也有上榜 那因为改成了捷运 所以他们三位市长的话 其实都因为这件事情而上榜 那再加上就是林又昌其实还是带动整个基隆轻 还有转捷运这个议题的一个造风者 我觉得林又昌反而是这一波 这个新生代 中生代 就是民进党的中生代的这一个题次当中 算是造风能力还算比较强的人了 还有另外一位是潘孟安 就是这一周的第19名 那其实他自己在屏东县上面的市政的话 他其实也有办法自己有造风的能力 所以自己的造风能力 其实跟未来的政治的可能性 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相关联的 对 没错 而且再来的话就是 刚才有讲到美朱的部分的话 其实有带动了两位 一位是林非凡 一位是何志伟 那林非凡的话主要是因为跟 被徐晓星点名 说他双标的事情 那何志伟的话是因为他讲说 应该要做总量控管 所以引起了一些争论 了解美朱一提 因为林非凡作为民进党的复命 他是被点名 被徐晓星点名骂 所以他就突然间爆冲上来 上升122名 那可是点名他的徐晓星没有上榜 他这一次的话 对 他就造风给别人 但是他自己也被带上来了 他这一周到了 他的排行榜的29名 对 所以他是最高的名次 所以林非凡要谢谢徐晓星 被点名的人 就有冲得比那个点名的人 还要更高 对 没错 好的 非常谢谢力捷 跟我们分析这个礼拜前20奖 还有些新进榜的 那也因为刚刚提到了这个 美朱议题徐晓星点名了林非凡 当然徐晓星自己的名次 也往上冲了很多 他这个礼拜是排到第29名 他其实最近其实蛮多发言 都还蛮引起社会讨论的 譬如说他最近在脸书上 po了这一篇 七年吉身得罪了谁 诶 讨论量超级大的 他说怎么还在网路上感叹了 七年吉身得罪了谁呢 这是因为PTD的网路上面 有这样子的文章 是不是有感觉一切 并没有变得更好呢 先前被贩卖给我们这个世代的梦想 又达成了多少呢 民进党是这么的让大家相信的 那些年纪的盛应 领袖也不断告诉我们 只要国民党好了 台湾就会好 容我再问一次 真的吗 结果下面的人大家都回答他 不然呢 这很尴尬啦 就是说好 许晓星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这一整个世代 其实某种程度都有一些被骗了 因为现在并没有变得比较好 民党执政并没有变得比较好 可是他却引起很多的 这个留言讨论说 晓星你是不是忘记了 其实让七年吉身失望的 正是国民党 这个事情 玉慧你怎么样看待晓星 在网络上面有对晓星 这比较恶毒的批评 叫做她是年轻版的猪猪姐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她是七年吉身 那我们现在我们会讲说 我们是一九七几年生 或一九我们一九七几年生 我们不会讲我们自己是七年吉身 那你会讲七年吉身的话 你当然就是很在意是民国几年几年 所以你如果还在意民国几年几年的话 你似乎就是跟年轻人是有一段的距离 因为现在年轻人会讲的 我是一九多少年出生 或2020多少年出生 今年是2020年 所以第一个它呈现出 在思想上面这个是一个老态 第二个是我们必须提到的是 现在这个时空环境 当台湾面临到的是 你看到中共的解放军的军机 不停的在台海之间绕来绕去 给台湾一个强大的威胁 很多台湾人会觉得说压力很大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要上战场 我是不是要当兵 然后谈到教招 对于很多的年轻人网友来讲 他们感到的是 这个生活上面是有压力的 但许晓星会觉得说 没有啊 那他觉得说这些都不是压力 他认为说这个中国 似乎是觉得中国好像不是 给我们压力的那种感觉 那因为这个你看到 我们的前总统马英九 他说到他是首战集中战 还有国民党很多的这些退降 告诉我们说 中华民国的这个军队战力是零 那很多的退降是说 我们面对中国的时候 我们就和平就好了 我们是求和也没有关系 那前主席这个洪秀珠 跑到中国去 那认为说 中国似乎是正义的一方的 当刘建一在讲正义的一方的时候 然后朱祖姐似乎也没有提出反驳 然后你看到当台谍案 虽然说台湾人不太关心 当台湾人被抓到中国去的时候 这些都是我们台湾人 现在沉浸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所接收到的每一个事实 这些是让台湾人觉得 中国给我们很强大的压力 但这些国民党没有反应 欧阳娜娜她在中国的国庆的时候 她在唱诵中国祖国生日快乐的时候 这是给台湾人心里面很大的痛 许晓星你也没有回应 所以国民党不倒 不然呢 这个台湾才会变好 不然呢 好了明显你讲一下 就是说当晓星问了这个问题之后 那七年集成国民党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方法 譬如说刚刚小方提到的是 两岸路线的问题 如何把七年集成再重新找回来 支持国民党 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路 我就说现在因为 我自己资责很多 其实也有七年级 当然六年级比较多 七年级甚至我助理也有八年级 最近一个名后店要去当兵了 当兵回来我继续说 你继续来当我助理 就说这些人他们关心的是什么 除了主权以外 当然大家希望中华民国主权独立这些 不要外力干预老共 不要共济每天过来挑衅这些之外 他们更关心的议题 除了主权之外 低薪高房价 这些议题都 我工作可不可以更好 我的薪水可不可以高一点 我什么时候可以结婚 什么时候可以买房 他们还是会关心这些实责的议题 我觉得巧新 12K是马英九弄的 好了我讲完 我说网路上讲说 他是红秀柱 我觉得这个不太公平 网友毒舌了 对 网友实在太毒舌了 有时候躲在键盘里面 网路上真的是见嘴太多了 巧新毕竟他真的是 他也是不是国民党的二代 他没有靠什么人家 没有什么背景 我觉得他自己爬起来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给他支持 他提到说 七年级关心的这一些议题 经济还有高房价 这些满久执政的时候没有做好 这事实 满久那时候的总体经济设计是这样 希望两岸关心和缓 然后投资之后让这些台资 包括就是过于回流吧 把这些台资赚了钱 在大陆赚了钱回来台湾 带动整体经济起来之后 上层经济结构起来之后 底下这些年轻人可以受贿 可是后来就出现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资金回来之后 投入股市投入房市 就把房价炒起来了 那变成贫富差距加大 国民党失去政权就是导致于这里 可是我觉得说批评国民党没问题 我也会批评 可是我也提醒执政的民党 执政五年了 这些议题还是会延续下去 那对在野党来讲 如何找回七年级 也不是说一句口号就能找回 政治很简单的 做得好准备好了 机会就是你的 那国民党如果准备好了 机会就是你的 那执政党做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议题 年轻人终究还是在面对 力竭其实也帮我们做了一个 小新发言的声量 还有内部的分析 好 那整个在小新最近的发言来说的话 其实它是不断的往上升的 所以它蛮会自己造风的 对 它其实有办法 就是找回自己的话语权 那这当中的话 其实在10月2号这周突然跳起来 其实是因为女生要当兵这件事情 他突然提了这个话题 所以引起大家的讨论 那在下一个礼拜的话 开始往上升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 它替青年级来发生 那其实在这当中的话 其实可以看出 我们可以看另外一条线 是它的圈粉的能力 那它也不断的在往上升 尤其到达了这个最高点 其实就是替青年级发生这件事情 其实在整个所谓低薪跟高房价 这件事情 是整个年轻的世代 其实非常在意的一个议题 所以在整个网路上面来看的话 其实在这个议题上面 其实是有办法圈到粉的 所以许晓星他现在某种程度 有一点变成了 七年级医生代言人这样子的形象 所以相对在这个民进党的部分 赶快也找出一个七年级的代言人 来互相尬一下有没有 好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